这位你好 你好 主持人好 还有观众好 是 听众好才对 也OK啊 我们就可以看得到的广播 所以来 这是你的作品 没错 恭喜恭喜恭喜 感恩 今天早上也是刚拿到吗 对对 好来 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我很好奇 你为什么会 你是奏蚕 你是农夫吗 没有 那你是气象学者吗 也不是 那你怎么会把你的书名 你的作品跟24节气 有做这样子 一个连结呢 因为我是都市的小孩 那所以对那个 做农那些都不懂 那我在构思 一本书的时候 我在想说 跟金色有关的 会比较好 对 那然后再想说 就是一年的话 就是春夏秋冬 那后来再想一下 怎么内容 要怎么分配的时候 就突然间想起来 一年有24节气 那我本身对这个节气 只知道冬至啊 比较大暑 对 就类似这些 比较基本的 那我就上去查 查了以后呢 就觉得说 像立春啊 它就是春天的开始嘛 那然后 那种子会发芽 那我就想起来 这个跟我们发心一样 做慈祭的发心一样 那后来就尝试把它串联 24节气里面 像修行的过程 这样一一把它串出来 这样 是 哇 所以其实很棒耶 我想这也是上人 常常都会很在意 就是在天地万物的 这些自然的一个变化 而且也成为您的一个 写作的一个 一个idea 所以就成为您的这个 我们这本书籍 24节气 重要后面还有三个字 文 思 修 也就是说 我们在这个个人 这个 我觉得每一天 自己观察 自己心地的这个风光 您自己 把自己的一个体会 结合节气 写成了这本书籍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厚度 很厚 这样总共几个字 当初是说 八万个字 八万个字 那后来说 改了叫十万个字 十万字 我就差点写不出来了 大家可以看到 24节气 其实我们每一天 每个日子 应该365天 每一天心念 都会有在变化 我们就不用写那么多 我们就写24节气 也很好 好 可是 大家要知道 就是说 在经社工作 您本身是在 就是我们宗教处任职 很忙的 您可以跟听众朋友们 讲一下 你最近在忙的是 哪一国度 最近在忙 东非三国 因为前线 有前线的团队 那后勤支援的团队 也有很多 那变成负责 负责行政的 负责其他部分的 那我就是负责 专门跟大家分享的 分享前线的情况 这样 很重要 因为我常常在 志工早会周日的 这个时段 听到最为师姐 跟我们来分享 整理前线的 这些 简报内容 为大家来做 这样一个报告分享 在今次的工作 相当忙碌 你哪来的时间写作啊 基本上我会先看这个整个的时程 因为我们有时候有赢队啊 那可能一个月就不能动笔了 那我就尽量用晚上下班的时间 在办公室里面都比较宁静 我就来尝试写 看能够写多少就写多少这样 那有一次紧张到说 一个月里面我一定要写四篇 那四篇稿 那对我们不是专业的写作人来说 其实是很有压力 因为我们有时候要等灵感 等不到这样 对 这边要跟听众朋友们来报告 其实呢 这个写作并不像水龙头一打开 哒哒哒哒 就可以写下去 要有灵感啊 对 好 所以这写作的过程 对于 不是本身是文字工作者来说 是有一点点的压力 你花多久时间把这本书写出来 基本上整个的时程是十个月 那我是 有时候停停写写 这样写了大概半年 半年 对 哇好棒 其实陆陆续续在这个月刊当中 也曾经看过您的文章 文字的记录 不过我们要跟听众朋友们来聊一聊 您自己本身好不好 好 因为其实在书里头 其实您也巧妙的就是将这二十四节气 这样的一个时序过程结合您自己进入慈祭的这样的一个经历 先从自己的背景开始介绍起 大家稍微听一下他的口音 有一点点口音 要从什么时候讲起 我很好奇 因为我给听众朋友们来看一下这张照片 如果说您是我们FB脸书的使用者 您就可以看到这一个非常有艺术的Fewall 这是一个香港片场 这个是邵氏片场 抱歉 这个应该是台湾的 台湾的 对 OK 但是这就是拍电影的器具 对 摄影机 对 哇 那后面就是 最主要就是在摄影机镜头前面抱着一个小女娃儿的 这一位就是您的父亲 对 那这是您的姐姐 抱着我姐姐 对 好有感觉 从爸爸介绍一下好不好 好 那我爸爸本身从是越南华侨 那在17岁的时候就去了印度当兵 所以一直就当兵到后来有一个姻缘到了台湾 那他就从事写作开始 他创作了一本文艺周刊 是台湾第一本的周刊 是文艺界的那个书籍 那后来就有姻缘 他就开始在报纸啊 或者编剧啊 慢慢他就尝试做副导演做导演这样 哇 太厉害了 也就是在195060年代 就是台湾艺术电影之父 感恩大家这样成功他 太感恩了 其实虽然过去那个年代 可能爸爸的作品对于我们这个年纪可能 比较久远 应该是比较久远 可是他确实是在我们很多台湾民众的生活 娱乐生活当中 这样也很重要的角色 所以你现在可以看到在照片 这个是生活照 这应该是爸爸 还有就是我们全家人的照片 这大概是在您几岁的时候 好年轻哦 是在就是跟姐姐 旁边有个小孩子 那个是他的女儿 是 爸爸妈妈跟我 那那时候已经加入慈祭了 我在姐姐家里拍的 OK 好 您几岁啊 那时候应该有30了耶 30了 对 跟现在您感觉完全不一样耶 那时候好像比较时髦 在香港就必须要时髦一点 其实翠维师姐呢 以前是我们香港分会的职工 也是人文真善美 对 可是最初 说老实话 就是说爸爸有这样子的一个很好的人脉 就是您后来也是在香港成长 那当时怎么会 怎么会想到就是进入一个慈善团体呢 因为是个性的关系 之前本身就是比较孤僻 大家都说我比较孤僻 包括我家人 那然后就读书 然后工作 然后自然会认识男朋友啊这样 那我觉得在这个恋爱的过程比较不顺遂 但是也因为这样让我想寻找一个宗教的寄托 那那时候在想说那么多的宗教要学哪一样呢 那觉得如果是佛教的话好像比较中国 那时候对宗教还不熟悉 那就慢慢的有一次接触到进思语这本书 那就看到后面有上来的法相 我就觉得很欢喜这样 那都还没有接触到慈悸 后来是因为就是时常胡思乱想嘛 如果尤其是失恋的时候啊 就心情就非常的不好 就一直以泪洗脸的感觉 那我想说啊一定要解脱这个这样的情况 就想说去做志工 那就去了一间慈善团体做志工之下 在里面的志工里面就介绍我去听慈悸的茶会 对那因而开始认识慈悸这样 是 其实呢您在这个书籍里面有提到 您是被震出来的 对对对对 震灾的时候震出来的 而且当时呢参与的这个震灾型对您来说 印象还蛮深刻的 对 跟我们谈一下好吗 我记得我1996年9月就认识慈悸 那我那时候还是很短的头发 好像男生一样 给大家看一下 12月我就有机会去大陆闽西震灾 那因为那时候香港有很多机会去大陆那边震灾 或者去发放 对对对 那有一次第一次去发放的时候呢 我们都会比普天三无嘛 那然后前面有一群比较年纪长的一些婆婆啊 就看着我 然后我就笔着手语 但是我唱到普天三无那些文字的时候 其实我就很感动说我也不认识她 我也不认识她们 那她们为什么好像以非常感恩的心态 或者甚至有一点热泪盈眶的感觉去 去迎接我们的那个气氛 我当下就很感动就也流下眼泪 我觉得那个是把我比较容易把心事埋藏在心里的那个感觉 把它打开的感觉这样 是 所以这么样的柔软的心 我觉得是那一份的人与人之间最真诚最直接 对 但是参加就参加 做志工就做志工嘛 竟然要全心投入到慈激 对因为我 我们刚接触慈激都是觉得慈激是非常美好的团体 我们当然很想 我想把我的时间都放在这个 那么快乐的日子里 那所以我就在回城 回香港的飞机上面就默默的发愿 就说我有机会的想去香港慈激做同仁 做志工 就马上就发愿 对对对 但是没有告诉人 就偷偷的这样 那怎么会那么刚好呢 那时候刚好当时的负责人有在飞机上 那他刚好坐我旁边 那我们就聊天 那他就问我一些感想 我就把他讲出来 那后来发觉他们是有慢慢的在观察说 我是不适合 那到12月 姻缘成熟的时候 他们就来询问我可不可以 就是为他们承担做同仁的角色 太好了 所以正式就是直至合一了 对对对 真的是太棒了 所以其实呢 早期我们有关于香港分会的很多的一些历史 文史这边 这其实是也透过您的一个会诊回来到 对对 可是真的会回到台湾来成为 您现在本身也是清修士 也是同仁 这样的一个姻缘又是更是不容易了 其实加入慈激也20年了 在这个过程 对耶 对 在这个过程中 其实我觉得自己是一个习气非常重的人 那然后呢 我们都是凡人啊 对对对 在整个的香港做慈激的过程 其实自己的心是非常起伏的 而且觉得自己脾气很大 那但是我发觉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心 所以一次进进出出很多次 之后到 就是很感恩那些志工还是把这条线牵着 这个圆的线牵着 不放弃对那到后来我最后一次在香港做同仁的时候 然后就四言师兄有到香港去会务关怀 对那他就询问我说我们认识几年了 我说18年这样 然后他说你要不要回来金色当亲修士 方上人承担这样 那后续我才觉得说 我还有这一条路可以选择 如果我在那样红尘滚滚的世界里 没有办法让自己的心顾好的话 是不是尝试来这个金色的大环境试试看这样 那所以回来之后还是面对到很多的考验 是 好 所以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为大家所邀请到的是这本书籍 二十四节气文思修的作者潘翠伟师姐 他是我们金色金色的清修士 所以或许可能对于一般听众朋友们来说 清修士这个名词更少听到 可能大家会觉得就是说跟佛教团体有关 那可能就是出家师父 那还有一位清修士这样子的一个名词 也就是是什么样的名词 你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好吗 清修士最简单的我想就是戴法修行 戴法修行 对我们就是还没有圆顶 但是我们可以用这样的身份去接触人群 或者是在有需要的时候紧急去救灾 或者去看灾的时候 我们就没有其他的负类 我们就可以马上就起行去做尚人希望我们做的事情 是 也就是说我们的心是处于一种修行的状态 但是我们的身却是更为可以出入这个红尘 非常的方便 对 但是其实他的生活 如果大家都知道就是在金色生活的话 那也就是要随着生活的作息 就是跟金色修行是一样的 对一样 好所以这也是修行就是就是要修了 我们可以跟大家透露一下 我也蛮好奇 金色的生活到底是怎么样 你在书里头有提到就是你们有副职士 对 正职士是什么 正职士就是 正职士就是 就是有点support的感觉 OK 好 大家知道他的副职士是什么吗 洗碗 还有种菜 还有可能打扫禁房 禁房就是佛教的用语 但是禁房它其实是就是在我们生活当中就是洗手间 对 好 来 这个 这样的事情对你来说 因为其实生活就是你还没有回金色之前 你有做这么多的这种 家里打扫是有 这样我那时候一个人住 我也大概一个礼拜才打扫一次 这样花一个一个上午 这样 那回来金色之后 其实我们也不需要真的每天去洗那个禁房 那是我们是副职士的话呢 就是早午晚餐的瓜菜或者是收菜 擦桌子洗碗 有时候打扫摘糖 就是这一类型的工作 那变成 但是每一天都必须要参与 因为我们都有轮值 对对对 哇 所以座当中的文思修 这也是这本书籍里面文章的重点了 对 我们分享几则好吗 好 就我或者先分享 为什么我会用这样的方式来把 体悟上人说 佛法要落实在人间这件事情 就是有一次我去 我们要自己洗衣服嘛 那洗衣服之后呢 金色没有洗衣机哦 没有没有没有 那洗完衣服之后脱水脱水机有啦 那脱水之后呢我们要晒衣服啊 那就把那个衣服这样甩一甩的时候 我就听到有一个夹子的声音掉到地上去 就是那个圆形的那个夹子 夹袜子啊 就有一个夹子就飞出去 那我当时还体会不到说发生什么事情 但后来看一看 真的少了一个夹子 我在想说 我也没有做什么 我只是把它甩一甩而已 为什么它会飞掉呢 我当下就想说 就像我们平常讲话 或者是对人待人处事的时候 可能一句无心的话 一个无心的动作 是不是让人家受伤了 我也不晓得 或者甚至严重到让对方离开 我们的大团体也不一定 所以当下我就觉得 这个原来就是佛法落实在人间的感觉 所以我就朝着这个方向 每一次的复职室 或者人与人之间的互动的时候 去尝试去体会 什么样是可以连接在一起的 我在书里面看到你在形容 就是我们您刚刚所说 复职室当中有要刮菜 对于一般听众朋友 可能不知道什么叫刮菜 刮菜也就是当我们在 就是比方说我们在用完餐之后 那个公用的这个菜盘 它是大家会是从各桌 拿到一个公用的地方 然后要把这个菜全部都集中 其实还可以再洗服再用 但是菜都倒进去都倒进去了 还要特别去刮菜 是什么叫做刮菜 你先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从刮菜当中您的体会 基本上我们就是一定会把菜刮干净 一来就是把 因为我们都是用公块 公块嘛 变成那个食物累积起来的时候 还是可以再给常住师傅使用 或者晚一点的时候吃 晚一点的志工进来 还是可以再继续洗服 那刮的时候 其实是把油 所有的油都刮掉的时候 还用刮刀哦 对对对 刮刀 那刮完之后 其实也让那个油 那个盘子没有那么油的话 也是节省水的一种方式 洗盘子的时候 是更节省 对对对 那所以在刮菜的时候 我们通常都有 也不能说是标准 因为每个人的刮菜方式都不一样 这还有SOP吗 也有 就是有一次 我们刚学刮菜的时候 就是很 就是不晓得手怎么放啊 那些就刮不干净 那自然有师傅们就会来 来指导我们怎么刮 那有一次有一个师傅就说 你只能刮三下就要刮干净 三下 对那个盘子要刮三下而已 我想说怎么刮三下 我没有办法 那后来想说 试试看用自己的方法 我觉得那个是要累积 只要你尝试去运用那个刮刀 变成说怎么样让那个盘子 可以又快又干净的刮完 我觉得那个也是一种学习 就是一个耐心的考验 而且是人家给你的标准 不是最重要 是你自己怎么样 想要有喜福的心 让这些菜都刮得干干净净 我觉得这个是我的体会 那比如说有时候像洗碗的时候 那有一次呢 我就负责洗泡泡 我们先说一下 就是一关是洗那个洗洁精 泡泡 酵素的洗洁精嘛 然后再过两关清水 然后才去把它叠起来这样 那我就负责洗泡泡 然后我隔壁的那个志工就说 那个盘子有点油哦这样 那我心里想说我那个盘子里面 很多泡泡在里面 应该不会说那个盘子会油才对啊 那后来我就当下就体悟到说 就像我们修行一样 如果那个泡泡水是伐水的话 我们泡在里面 什么都不做的话 其实我们一样还是有很多的洗气 我们就是要用力搓用力洗 让我们自己本身的洗气去除的话 那个才是我们浸润在 发水最重要的地方 所以那个过程是必须要油的 对要不然它浸在里面 它其实还是油 我们的心还是 对对还是可能有洗气有烦恼 所以自己不努力的话 那个盘子还是一样很油 就透过这些一个又一个的体会 我就尝试把它每天写下来这样 是哇这真的是好棒的体会耶 在书籍当中里面 会有很多崔维师姐 在精神修行生活当中的一些体会 那我记得在书里面 关于这个洗碗盘 我也印象很深刻的一点是 会出现碎碎平安的时候 对对对对 那是发生什么事跟大家讲一下好吗 就是刚才有提到洗泡泡 然后两关清水 最后一关就是要接盘子 那尤其大节庆的时候 很多桌回来吃饭 我们就要必须要很快 要不然会让那个整个的动线 让它有阻碍这样 那我就很急 其实我是非常急的人 我就把它叠起来 就赶快想拿到旁边的架子上的时候呢 就因为它是一格一格的嘛 就碰到那个架子的边边 那整个盘子就掉到地上去了 天啊 那我当时就觉得像那个电影的画面 它那个慢动作的掉下去 但是我听不到任何声音这样 直到它到达这个地上摔破的时候 我才惊醒过来 你摔破几个 大概一叠 我通常十个以上 对 那我想说 哎呀 我说惨了惨了 然后我就 然后师傅一直说 没关系没关系 好那我喜欢 就赶快离开 那有一位师傅 你那时候的心情是怎样 我现在很内疚 就是说我为什么不小心一点 为什么那么急 让这个盘子就没有了他的悟命 那但是很感恩的就是 大 慈祭就是一个大家庭 今次更是充满了爱的地方 那有师傅就赶快找我就说 哎 你是不是跑去哭啦 你说不用担心 不用担心 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过程 那有一位师傅跟人说 没关系 这样睡睡平安 你一定可以吃到年纪很大 这样 那有些清修士就说 你手有没有受伤 而不是去担心 那个盘子破了几个 那我所以觉得 这个过程其实 就让我现在每一次 要把盘子拿上架子的时候 我都想起那一次的情况 就是自己要再更用心一点 对对对 哇 是不是这个过程当中 真的也让我们感受到 那一份彼此之间的疼惜 那说老实话 在经社里头 每一位都是来自于不同的家庭 每一个人 就算是同一个家庭 每一个手足之间 也都有自己的个性 对 所以其实在 回到我们这么一个大家庭里头 那所睡的地方 也是大通铺 每天的生活做起 也是如此的紧凑 那会不会有很累 累到自己没办法调整 自己心境的时候 尤其是人与人之间相处 或是怎么样 你怎么又去调整自己的心境呢 我记得刚来的时候 其实我是 在香港的时候 我是很擅长独处的人 擅长独处 对 就是我非常厉害 可以好几天不讲话 也没关系 就现在所谓的宅 对对对 那但是后来到了今次 都是到处都是人 我曾经在刚回来的时候 记得我总是找自己的十分钟 独处的时间 对我觉得那个属于我的 我就要去找 那到时候后来就找 我觉得唯一可以让我觉得是 自己的时间的时候 就只有在进房里面 就是在里面坐一下 这样我觉得 那个就好像有达到 我自己想要的那个空间 可是后来有一天 我觉得说这样做不是办法 因为我既然要回来今次生活的话 这样每天去找自己要的东西 是很累的 那我就想说把这十分钟也奉献出去好了 就去帮忙插桌子啊 去帮忙其他事情 那所以在整个的过程中 我觉得那个付出是很重要 你只要愿意付出 其实人事上一定会有需要调整心情的时候 但是那个也是每一天必须要面对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修行就是在这里 我不可能今天体会到的 我明天就不会再犯错 或者不会再起烦恼 一样是每天每天 我觉得那个自觉的心很重要 就在整个的过程 对提醒 不断提醒自己 对 哇 所以其实这也是很重要的体会 曾经过去你非常在意这是个人 个人的这个部分 可是你在金色修行 已经尽尽的学习到说 其实我连在最后的这个部分 我还是都可以跟大家来做分享 但是我也看到你在书里头有提到 就是其实你 比方说去劳作 去我们去耕作 金色是农产生活嘛 我们有一大片的菜园 我们要种植 那金色师傅会 就是在很一整天的忙碌下来 大概你都是 可能是四点钟就会休息了嘛 对 就是去晚课 晚课 我记得你在描述那个 心里头一直在想说 好期待那个四点钟结束之后的那个时间 然后后来那是一直不断不断不断 让你自己那个心境转折 跟大家分享一下好吗 记得我们刚到金色的时候 比较多时间去出播 出播就是除了上班时间以外 礼拜六礼拜天 可以去跟着师傅们去出播 出播是一种我们的佛教的用语 也就是其实它是劳作的 劳动身体的部分 那对于去菜园这件事情 其实我们都是很新奇的 因为我们没有没有做过农物 我们都是都市人 对 那就非常喜欢去菜园里面帮师傅 那然后有一次差不多快到四点的时候 我想说 其实那天已经很累了 整天下来 那我想说 终于要到四点了 我就可以回到疗房去灌洗牙去有一点 就是休息的时间 那师傅就说 你做完了吗 要不要再帮我把那个菜苗移到另外一个田去 那我本来很想离开 但是师傅还是希望帮忙师傅 我说师傅是不是只有一块田 一块而已 他说对 那我就走到那里的时候 看到整片都是 好多片菜园都要我们去 去把那个苗把它再种进去 我心里就沉下来 我说那这要到几点 那然后还说 好没关系 我都已经付出95%了 我就再继续做 做完之后呢 好不容易把东西都做完了 我就把工具很欢喜的拿去收起来 收起来之后又有一个师傅 师傅就说 卓维你要不要帮忙去浇水啊 然后我就想说 好吧 这样就想说差一点嘛 就去浇水的时候 也看到很大片的地方 还需要浇水 那我其实真的是有一点 就是起烦恼就对了 那后来到最后最后 已经结束了 又有一个清修室 就是内守的清修室 他就说 你要不要也来帮忙一下 我当时其实很不想继续下去 但是我嘴巴说 我很累 但是我脚还是朝着他那个方向去 那后来他就跟我分享说 其实我们做多一点的话 其实师傅就可以早点回家 比如说我们想说 四点可以回去晚课 或者去有自己的一点的休息时间 但是师傅们可能继续的做 继续做到六点 天黑了他们再回去 那如果我们愿意把多一点的时间 再付出的话 其实对师傅来说也是一个 帮他们分担 所以当时我那一天 其实做得非常的发喜 最后是因为 我克服了自己的心 就是说我一直想要回去 一直想要回去 觉得很累很累 不想再下去 那个心我觉得我自己有克服 所以这一次又一次的转念 转念很重要我觉得 到最后就带着一个欢喜的心 回去才是最重要 如果带着一个很累 一知为什么要拖到五点 拖到几点的想法的话 我相信那一天就白做了 对对对 其实我觉得在跟您刚刚的 分享的过程当中 我听到几个点 第一个就是说其实 我觉得其实也是跟我们很多的 职工在做服务的过程当中一样 也许我们可能预期 好我今天就大概几点 我就会 我今天高兴的出勤务 可是就是在那个收尾的过程当中 你会为了一点点的可能 就马上把一整天的那份欢喜 付出的心情就 也许可能就整个都180度的转换 所以守住那个心念的转变 是很重要的 所以要不然就打折扣咯 我觉得我看到你的文字描述 你说我已经做了多少 但我何必再计较这一点点 对对对 我觉得那个心念真的是很重要 还有就是 我自己其实也觉得 就是说你应该是很敏锐的 去观察到自己心境的那种变化 而且我觉得你会愿意去跟大家讲到 你会生烦恼的这个部分 可能一般人会觉得说 你们在慈祭就应该就是玩人 就应该就是一切都是好好脾气 一切都是好好修养 但是我觉得反而是 做慈祭的过程当中 你会不断的去内省自己的 真实的个性 然后愿意去面对它 然后慢慢去做修正修正修正 也因此就会有这本书籍 24节期文字修的出现 这等于是你目前现阶段的 这种心境体会 要不要跟大家推荐 怎么去阅读这本书籍 怎么去阅读 对呀我觉得如果说是 我们师兄师姐 如果要怎么样去看这本书 你会怎么建议 从第一从第一篇开始看吗 或者是 其实我觉得 虽然它是有分的 比如说立春 我就是觉得是 做慈祭或者菩提心的发心 那到了春分 它因为是就业的评分 那我就想说来集中在这个善恶 善跟恶的一念怎么样来转念 那像立夏的话 它是一个夏季的开始 我觉得就是一个 我们笃定一个方向 我就是要走这条路了 其实它是有次序的 那当然是很希望 大家可以从头开始看 因为它是从发心开始 投入勇猛善恶 到一直熏法方向等等 那但是如果大家觉得说 我没有那个时间的话 其实随便选一篇里面 我觉得都有一些日常生活 我个人的体验 还有自己怎么转念的一些分享 那相信也算是一个 可以让大家relax一下的时刻 所以不一定说 一定要看多少这样 是 好 在这边我要跟听众朋友们 简单来 我们就来阅读一下 其中的文字了 那我们在这个书籍里面 大家其实是可以看到 也许我们这位世界可以翻开 我们其中的任何一个篇章 也都可以 其实它一开始 它是一张的照片 我觉得你们的照片 其实如果是彩色的更好了 其实是黑白的 但是我觉得彩色 它的照片很精彩 那同时呢 它会根据所选的节气 那在旁边就是会 简单的把这个节气的 这个精华的点出来 然后我觉得 您的文笔 其实也蛮有意思的 就是说您会从一些 科学的角度 或从不同的角度 去来先从这个节气开始谈起 再来就是呼应到 自己的一些事件 然后也行进体会 那比方说 我现在看到的是秋分 秋分就看到 平等无直行中道 就蛮有意思的 那这个法的部分 就进来了 然后在书籍当中 我们就看到了 秋分节气 大约是落在中秋节 前后是秋天过半的意思 然后这时候 您就带给大家农宴 就说秋分天气 白云来 处处新歌好道哉 哇 好棒哦 就可以看出 农民最爱的就是 秋高气爽 白云飘飘的日子 因为这样的天气 就可以预期 二期到坐 将迎满丰收 我很喜欢 就是你马上就把这个 这个法的部分 就带进来了 就说 平等之心 就有如修行者 身心轻安 天下共同一家 何有你我之分 那我觉得很妙的一点 是你马上就连结到 说到平等 就想到天秤 你马上就想到了 在这个香港 终审法院大楼上 有一尊的正义女神像 我觉得其实 大家在阅读您的文章当中 其实不要 大家会觉得 就有刻板印象 好像就是要开始 在看法的部分 没有 就我觉得其实 在阅读您的文章 您也其实是很广泛的 跟大家来分享 谈一谈您自己在写作的 自己的怎么样去设计 这样子让大家能够 有浅入深 来体会法好吗 好 那但是先说一下 这个照片 为什么是黑白好了 当初其实是有彩色 跟黑白两个版本 那但是我觉得说 在文字秀的上面 在修行的路上 其实它应该是 比较平静的 让人家看 看的时候是带着 平静的心 宁静的心来看 所以我们会选择说 像慈忌的颜色是灰色 它不会是很彩色的时候 我觉得比较适合 这样的内容 所以我也选了黑白 那另外就是 关于这个写作的 阅读方面吗 对 就是您怎么样去 让大家有浅入深 进入到法的部分 你在设计上的这个 概念的编排上的 您的想法 其实我比较没有 很刻意的去想 但是我会朝着这个 譬如说发心的时候 什么样我以前曾经 有经历过的一些经验 是比较适合放在 这个篇章里面 对 那到后来 譬如说像最后的 绝友情啊 这些等等的 变成说他本身的次序 在一个修行路上 可能自己体会 更多的时候 变成他就是一个 次第的感觉 对 所以没有很刻意的 反而是专注在 二十四节气 怎么样来形容 修行的过程 对对对 OK 好啦来挑几篇你觉得还不错的部分 跟他 我们就朗读书籍 带大家来看一点点的篇章 我特别喜欢让大家就是听有声书 你知道吗 因为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 大家非常忙碌 但是藉由听 而且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作者 自己来读书给大家听 你特别喜欢的哪一段的篇章 让大家来感受一下 这个书籍里面的文字的部分 我们今天化成为声音来读给大家 一小段 一小段就好了 一小段就好了 好 那我先帮你来念一下这一段 我觉得也很棒的 这个是在第208页 它的主标题是 挡路大石一般 扎脚碎石难捡 大石头我们容易拔扎 小石头呢 却很容易把它捡起来 那其实在这里面篇章 这也是跟它的副值是有关 我们现在正在刮碗盘 来这篇是在209页当中有提到了 有一次中午洗锅盘快要结束的时候 我的手又被汤锅边边割伤了 跟上一次割伤是在同一个地方 不过这一次割得更深 当下忏悔自己没有用心 再想一想 不是自己没有用心洗汤锅 而是没有用心去调整 如何洗汤锅的动作 就是那个动作没有调整 心是有我想要 但是是动作 所以为了要让自己 不会三度被割伤 决定多方观察 其他人洗汤锅的方法 学习如何自己洗得快 又洗得干净 所以无论在生活或工作当中 我们经常会坚持自己的想法 或做法才是最好的 忘记因应情况去调整 忘记选择可以变通的方式 最终受伤的还是自己 所以不二过就失去我值 把握每一个学习机会 唯有真正放下自己的主观执着 才能在人事物中缩小自己 进退得以谨慎言行 用心在人群中修行 最为世界的体会 真好 您又再跟我们分享一小段好吗 那我分享一段是在办公室的 其实我们在金社 在办公室都有很多门 门给我带来一些什么的感想 第几页 第九十页 它这小标是开启入法之门 每天穿梭在金社各个空间里 要进出无数的门 有拉门 折门 推门 还有铁门 木门 砂门等 真的这么多种 对 然后开关的方式及力度 力度 都要因应不同的门 而有所调整 为什么 因为它有些很轻 有些很重 变成说我们要看它的值 就是木的 它可能跟铁的又力度不一样 那它关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 共一身 对 我觉得那个是要调整的 这个这倒是 好像是真的是这样 那我再继续 走进入世的人间法 就像进出一道道的法门 在人群中与不同根基的众生相应 如何顺应对方的值与性来互动 不让彼此心灵受伤 发出称怒声响 在在都是修行 面对紧闭的门 若自己不愿意先伸手去推开 当然会被碰撞到 好好感恩及善待每天所面对的门 才不会让自己撞得鼻子扁了 额头长包 这是在自己办公室的体会 是 真的有拉不开那个门的时候 对 是 你在这边其实也把上人的法带入 跟大家来做分享 对不对 对 上人说 众生能够接受愿意去除习气烦恼 就是妙法 妙法因人而异 自己闻法受用 还要应众生根基 随机斗教 让对方也能够接受 如此就是妙法 不要怕听不懂法 正因为听不懂才要用心 上人叮咛 闻法后要细思 思后而修 体悟佛法的真实意 只要真心信解 依教奉行 以一念恭敬虔诚心 一点一滴累积 一步一步入群 坚定出发心 横持对积的妙法 终能达至人缘 世缘 理缘 是 所以这其实呢 书籍有很多很深的体会 这也正好呼应 我们今天这本书籍的书名 二十四节气 闻 思 修 那其实呢 每天每天 就跟我们刚刚你所提到 就说 我们的碗盘是浸润在泡泡水里头 如果说我们身边当中 我们很有机会接触到很多的发水 可是如果说没有用心去动作 去清洗那个过程 那个盘子其实还是是油的 当然我们有很多上人的法在教育着我们 我们有很多机会闻 没有去经过思考的过程 没有去动作 去人与人之间互动 去修行 去改变的那个过程 其实有的时候那个 我们个人最原始的那个习气 还是一直保存着 所以今天翠维师姐呢 把自己亲自的那个体会 精涩修行的种种 然后来自己的思索 自己怎么样去改变的过程当中 化成为文字跟听众朋友们来做分享 所以我们也邀请所有的朋友 读者朋友 这本书籍真的是推荐大家可以好好来阅读 因为这么厚的篇章 刚刚我们只有读一点点而已 今天还有更多 不过来要怎么样来才有机会可以拿到这本书籍呢 跟大家来报告一下 这是五月份我们慈忌道旅的新书 那如果说您是护持慈忌道旅谈诗会的朋友 每两个月就可以获得获赠一本书 包含高森传系列的从书 那每年捐款一千两百元以上 其实您就是我们慈忌人文之业的心灵园丁 那我们有这个话播账号 还有就是我们的客服电话 28989000分机2145 那欢迎大家也可以上网来了解 如何加入成为我们慈忌道旅谈诗会 那么今天五月份的这本新书 我们很感恩作者 潘翠维师姐来到节目当中 跟大家来做分享 真的很感恩您 那么今天呢真心看世界 也为朋友们进行到此了 非常感恩大家 我们今天呢 越读越欢喜 越读越发喜 那么也希望大家把握机会 找机会把24节气吻思修找到 然后我们来用心来阅读 一起来感受 在菩萨道上修行的 心地风光 谢谢翠维师姐 好感恩 感恩大家 谢谢听众朋友 我们下次再会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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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